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期盼我当选的话 那完全是对川普的侮辱 那是完全的一种欺骗 所以侮辱这个词在美国的社会中 在白人的社会中是非常重的一个词汇 那也就讲说 谁这么讲 他就是一个欺骗者 而作为我川普来讲 对待中共的一切 是他一种被赋予使命的天职 因为今天的美国社会 在即将迎来的美国大选当中 就去判断谁对中国共产党认识最轻 出手最重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李克强到重庆 重庆8月20号 出现了历史性的大洪风 中国的山城被水淹了 没听说过 从来没听说过 他高啊 那水都可以下去 他被水淹了 朝天门只剩下三个字 这李克强挺拽 李克强穿个雨鞋 就进了老玉米地 那地方有老玉米地 进了老玉米地 踩的满脚都是泥啊 然后他就扒了个玉米棒子 那被水淹了吗 那棒子里头都没了 他说完了 这都没了 这个粮食全毁了 他说这个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 你这事怎么办呢 然后他就到那个烫镇里头 因为坐飞机去的 他先没直接进这个重庆市里面 他就在周 可能是周围转圈了 他进那个镇里头 结果他看见这个卖小铺了 他说 哎呀 这个这个链摊的不容易 我得买点东西 他买东西 还挑 就是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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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是胖胖的 哎呀 总理在我这买东西 我得送总理 不是 我得给钱 他拍这个 他就那视频都出来了 然后老板就拿了几样土特产 他就挑一样 给人钱 然后到那个水淹了吧 到那个烟 因为最多烟到三楼了 还跑那儿去了 等于是鼓励老百姓了 可是那个环境里呢 有作假的 一听 总理你好 老娘们 习近平 李克强 他们出去作假的 很多都是这四五十岁的半婆娘 你听就听不出来 这个东西他不死 没跟你说 他他就犯女人像 非死在女人手里不可 斜了门了 因为他喊声没别人喊嘛 就挺突出 挺突出的 李克强你知道说什么 哎呀 大家受苦了 这个遇到这事真是 那个国家会尽力的 大家要想明白 国家就是你们 国家就是大家 人民 每一个人民组合起来就是国家 你看他说 他说这个 这个视频都有啊 他说这个 你说的那些 甭管是演员也好 还什么也好 旁边的人搭不上茬了 他找他们做演员的时候 教的不是这话呀 对不对 他不敢说总理万岁 他敢说习近平伟大呀 他没教这词就对不上话了 他就说这个 更梗的就是 我们遇到了大灾难 其实在这世界上 他讲的词 其实这世界上 平凡的人是最多的 但是你要知道 真正平凡的人中 才有上上智 智慧的智 上上智 大大智 那这样智慧的人 是出在平凡中的 而同时间 在中共的媒体上 习近平在安徽 在淮河流域 那水都没了 在发出光辉的指示 那你李克强 纯粹是硬磕了 来了 他也想开了 爱谁谁了 你都一尊了 对不对 没我什么事了 我就给你硬来了 大不了你杀了我 能把李克强逼成这样 不容易 但是呢 他真的逼成这样 所以 中共国的三大官媒 对李克强 只字不提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只字不提 这是直接了当 大家冲突了 而且 应该是北戴河 内斗的延续 我从来没见过 李克强 以这样的方式 很评书的 很显然 心胸很舒展的表达 而且羞辱他 直接羞辱他 因为 这世界上 平凡人最多 而平凡人中 却有上上志 完全嘲讽 这个定义尊 这个勿容置疑的 杨洁篪到南韩 讨论习近平 访问南韩 习近平小心眼的 毫无心胸 日本拒绝了 他的国事访问 完全 否定了 他的国事访问 不接受 这么一个 坑害了日本国民 坑害了世界人民的 所谓的国家元首 他脸上无光 他觉得自己被羞辱 他就用他的权利 要求这么个碎摧 到韩国 我上韩国去 韩国 十有八九 不敢拒绝他 韩国的GDP的 11.5% 要靠中国 而文在寅 有人认为 就是地下党员 这是 这是今天的中国人 摊上了这么块肉 那家伙酸的 酸的下不去嘴 所以 国内一直在报 这个事 其实就是 就是这么个 简单的东西了 官方设立 专业点菜师 制止浪费 神经病 这是在中国社会中 表现出 另类的文化大革命的 精神不正常的表达 文革结束的时候 几乎 北京城那时候 都在讨论的 就是三年伤痕文学的时候 都在讨论说 中国人不能再精神病了 绝不能让文革再发生了 大家在嘲讽自己的 所作所为 其实现在在完美的展现 嘲讽的那些 嘲讽的那些 是在一个压制的环境中 被释放出来 人们在精神层面 跟物质层面 处于最底潮的时候 人们自我的一种自我反思 它是一种很单纯的自然反思 就像孩子们刚出生 它很天真很自然 概念是一样的 那这另外一面就表明 大饥荒在中国 已经被铸成了 已经不可逆转了 但是中共官方自己又不承认 完全不承认 所以没跟你说嘛 就是李连英 他非说自己是男人 别人都在笑他 说你你你不灵了你 你不是个男人 我娶四个老婆 我放在 我放在长廊 义和园长廊的头上 那就是我们家 老佛爷 对不对 慈禧太后想逛长廊 得从我们家这过去 那真的长廊头是他们家 四个老婆各居一屎 那谁说我不是男人 那谁也不敢说 好 川普 说中国希望我能获胜 那是对我的侮辱 这个词 在白人一般官方的环境中 很少这么用的 民主党提名程序完了 那由拜登挑战川普 那来势汹汹 川普火头巨大 星期五的时候 民主党进行了什么 他们的党的代表大会 那而 中共就把 中共就能够把持美国 还称说 如果 如果他被中共国既望 获胜的话 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莫大的污辱 这是星期五 川普强烈抨击民主党的政策 和说法时 表达出来的说法 是时候拒绝民主党带来的愤怒跟仇恨 我们将迎来此生最大的选举 没有政党能够花费这么长时间来撕裂美国 没错 真正的撕裂 是用共产党的价值观 去影响着自由民主 被神所嘱托的一个国度 使得这个 在这个国民群目里面 有一些根本不是人 是妖来的 是妖来的 那他们 却把控了这个国家的文化 金融 凡是跟利益相关的一切 他们在把持着 而蛊惑诱惑甚至欺骗 这个神 被神确定的这个国度 出现了今天的场面 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中 删掉了一中的政策 在这个背景之下 删掉一中 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国会 共和党人提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合法性 习近平的不合法性 不合理性 民主党在自己的党章中 删除掉一中原则 肯定台湾跟中华民国 这是大势所趋 无论它是真 无论它是假 它却代表了今天 美国国民的民意 民主党可以以欺骗的方式 欺骗美国民意 但民意的本身 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的 真实展现 这是美国人的觉醒 天灭中共的过程 是所有这地球上 人们的觉醒 那觉醒的带头者 应该是被神 嘱托的美国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